被逆天换命后的财阀大哨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竟然也遇到了卖金汤匙的巫婆 她试探的问是不是真的能交换人生 巫婆听后生气地抢走金汤匙 听到这么诱人的话说 泰勇心动地直接买走了金汤匙 随后她就来到自己原先的家里 向女仆要了一份剩饭 随后就拿出了金汤匙 没有一丝的犹豫 泰勇直接化身了干饭达人 而金汤匙也开始散发出魔力的金光 而泰勇随后跑去找朱熙 故意让朱熙放下他们之间的感情 他们做好朋友就可以了 然而她的真实目的 却是想变成财阀后和朱熙表白 随后她就跑到成天的办公室 故意试探成天 看到成天惊慌失措的样子 心满意足地说 这只是自己新的漫画设定 但转头她就开始谩骂 自己会要她好看的 这时候看着黄会长从眼前走过 她更是一脸羡慕 而成天被泰勇吓了一跳后 连忙跑去教堂忏悔 不料教堂里突然传来诡异的声音 成天转头一看 被眼前的荧幕吓得抱头痛哭 等她撞着胆子抬头 被朱熙给吓了一跳 等她回神后 就带着喝醉的朱熙准备回家 而朱熙看着路边的玩偶 却把她当成了真的喵蜜 还拿出猫条喂玩具吃 成天看到后嘲笑朱熙幼稚 不料朱熙直接把猫条递到了她嘴边 成天无奈的也只能吞了下去 随后成天扶着她回到家中 酒醒后 朱熙更是和成天吐露心声 说出见成天就爱上了她 但现在的成天不是她喜欢的那个 她觉得变心的人可能是自己 说着说着就睡了过去 而听着朱熙这另类的表白 成天的内心顿时不好受 第二天 她就故意对朱熙说 你以前喜欢的李成天 他是个混蛋 眼里只有钱的大混蛋 而朱熙听后生气地骂他才是 一阵口吐芬芳就生气地离开 成天气得顿时牙痒痒 但看到桌上的手机 连忙跟上把东西还给朱熙 而成天随后表示 辛苦是不要强颜欢笑 那样真的很累 这话让朱熙顿感困 因为那是以前成天对她说的 与此同时 成天接到了后妈的电话 问她中午回不回来吃饭 成天疑惑地说不回来后就挂断电话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后妈故意放太永来到家里吃饭 而太永此时毫不客气 直接拿起了金汤池 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不巧的是 黄会长刚好回来 这回她竟然没有说狠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她吃完 而成天得知消息后吓了一跳 但第二天她又约太永过来吃饭 饭桌上 她还故意PUA太永 如果金汤池是真的 那么她的父母会怎么办 太永生气地骂她没资格这么说 而成天这时候却大度地表示她可以开动了 原来就在之前 成天故意溜进太永的房间 把金汤池给换掉了 看着太永正打算干饭 她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不料太永最后竟然收手了 这可让成天恼羞成怒 她拽着太永让她快去吃饭 看到太永拉不动 她直接挥舞着拳头砸了过去 而太永生气地反击 你别搞错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了不起吗 因为我有最好的父母 既然你选择抛弃这么好的父母 那你就好好地当黄太永吧